什么好处呢 你就会跟众生结善缘 请看 七十一页第八行 问曰 以如是等设受方便 设受众生以成就 何种利益跟功德呢 请看一百零六一颂 所做的不但会利益众生 而且你的心会磨练得 不疲不厌永远不放异 而且你会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而发起广大的怨心 祈愿就是发广大的怨心 这个怨心为了什么呢 为了度一切的众生 跟自己成就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你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帮助自己 我前几天又举例了 再复习一遍 两只手 左手受伤了 它被刀割到了 你现在拿药来帮它涂 右手绝对不跟左手说 哈喽老兄 你要付我医药费的 为什么 因为两只手是来自同一个身体嘛 所以两个手应该好好的握握手 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都分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无量节以来的轮回的习气 因为我值很强 动一个呢都分我的跟你的 你的就不是我的 我的就不是你的 换一句话供养你 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说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我的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为什么呢 我的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我愿意跟你分享 不失跟你结善缘 你的还是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给我 或者你要给众生 你有自己决定 那从表面上来讲 你会觉得你失去了很多 你会说 师父你太笨了吧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你的 那我的所有的钱都给别人了 也没有这样说 对不对 你可以四分之一的钱跟别人结缘 可是当你结了善缘越多的时候 有一天 众生帮助你的时候 你得到的帮忙 是超越你的金钱去计算的 所以请看下面 七十一页第十行 此中菩萨做大悲愿心 要利益一切的世间 所以发如是的意愿 凡是利益世间事 我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做 做这样的誓愿 誓愿就是taking the great vow 有这样子的誓愿以后 对所有的众生 他所做的事情 他自然就会生欢喜心 不生怨倦的心 也心就不会放异 因为他每天过得很有意义 前几天有一个灵友来跟我说 他跟师父分享 他说师父我帮助很多很多人 最后人他又放弃了 我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这半年里面 我都在浪费时间 不要这样想 你没有浪费过时间 帮助众生 有时候你不要去期望 结果一定如何 有时候真正呢 那快乐的过程是值得你回忆的 我们帮助别人 对不对 一定也会帮助自己的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很苦的人 比如说你去医院做义工 帮一个很苦的人 你去照顾他 为他怎么吃饭 扶他怎么上厕所 还帮他洗澡 做各种事情 有一天啊 当你老的时候 很多人会来关心你的 甚至你学到这个做义工 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 真的老的时候呢 你刚好把你所学到的经验 也可以照顾你的父母啊 父母的恩德 懂等于佛陀的恩德 你的爸爸妈妈也是未来佛嘛 所以你生命中所学的东西 永远都是有意义跟价值的 不要总是想 我浪费了生命 不要这样想 你应该讲 在生命当中 我学习到很多 我体会到很多 最后你还会感谢众生说 谢谢你 给我这个机会 我来帮助你 所以你看所有的佛菩萨 除了禅定印之外 像大悲观世音菩萨 都是合掌的 为什么 你顶礼他的时候 他也顶礼你啊 为什么呢 你拜观世音菩萨 是礼尽他的功德 他成佛了 是大菩萨 可是他也不敢轻视你 他对你呢 也看到你是未来佛 你有礼尽诸佛 你有没有看过 当你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他突然手回说 嘿小子 过来 我是观世音菩萨 没有啊 他永远也礼尽一切众生 所以在行菩萨道角度来讲 你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你成就别人 就是成就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跟别人 是一体的 而且我们还要去感谢众生 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帮助他 接下来再看 又当作念 若利益世间 就是自己 利益自己 事故菩萨 对于利益一切众生的 善因善缘 他永远都会去努力 永远都不会放弃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十九 我今天准备呢 开车开快一点 到七十一页 我全部会把它讲完 我还有问题要回答 请大家专心听 第十九 七十一页 第十三行 问曰 以说菩萨常常应该利益一切众生 不应该行舍弃众生的行为 那请问 对一切诸法当中 哪些东西该舍 哪些东西不该舍呢 请看一百零七颂 下面就讲得比较深 答案是要跟波尔波罗蜜 相应的东西 你绝对要坚持 请看一百零七颂 入圣生法界 灭息于分别 稀无有功用 诸处自然舍 这个比较深 请看下面的注解 法界者就是 元起法 元生元灭 事故先说 当我们的心 进入了圣生的法界 如来 若出若不出 此法界 法性跟常注 所谓元生呢 又如先前所说 好 讲如来 好 再来看 镜子 镜子会比较好体力 看镜子本身 镜子本身 它是干净的 它没有来跟去 不好意思 插花的脸油不要生气 好像师傅每天都在拔一朵花 看这里 镜子 花 我从这边 右边 你们的看是左边 从左边慢慢慢慢慢慢 移到右边 对不对 再从右边 慢慢慢慢慢慢 移到左边 同样是一朵花 可是它镜子里面的花 是同一朵 镜子的花只会大小而已 可是镜子里面的这个花 并没有跑来跑去 它顺着这个花 它是有移动的 了解吗 可是镜子里面的影子 永远都在这个镜子里面 它并没有跑出去外面 所以从镜子本身 是讲没有来也没有去 可是从你看我的手 的确有移动 从你的左边 移到右边 可是从镜子的本身 它没有移动 它只是永远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是一个例子 因为要讲佛的法身 无来无去是很难体会的 我们凡夫很难想到 为什么 我们都想有来有去 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从哪里来 可能从家里来 讲完经以后呢 回去家里 人家问你 你今天去哪里 我去海印古寺听经 你一定有来也有去 你总不会跟他讲 人家一个朋友 你今天要去哪里啊 无来也无去 那人家说 学佛的还好 没有学佛了 一说 这个要脱下坏去 无来也无去 无来也无去 是讲你的自信 再举个例子好了 可能会比较好 讲究现在右边 有第一排的人 一个人站起来 走过讲台 走到最左边 法师比丘尼 最后一个位置 坐下去 请问各位 他有没有来跟去啊 回答我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的人要去看医生了 有 他真的站起来 走过来 到师傅那面前 问个讯 然后他走过去 这是讲相对 为什么你会说 有从左边 右边 你的右边 走到左边呢 因为他有柱子 所以你觉得 有来也有去 好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 他有翅膀 他在海印古斯的天空里 他看到了一个大殿里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事实上他都没有出 海印古斯的大殿嘛 所以在一个天空的天人来看 你没有来也没有去 你永远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他叫无来也无去 这样听懂吗 这个是比喻而已 当然真的无来也无去的话呢 他也不用跑来也跑去 所以这个只是比喻 让你知道 我们的自信像自信一样 像镜子 从过去五十节以来 我们轮回开始一到现在 我们的佛性都在我们的心中 它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你成佛的时候也不会说 佛性多一块跑出来 没有 也不会说因为你堕入到地狱 恶鬼出生的时候呢 小狗的时候呢 它的佛性就少一块 没有 所以心精彩讲 不增不减 了解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超越了增跟减的相对概念 再看下面 请看第十六行 阿南陀 缘起 信空的教法 甚深 甚深 证悟的境界也 甚深 甚深 所以进入此 甚深的法界菩萨 灭除了一切 有跟无的两边 请把有无两边画起来 包含所有的长 短 高 矮 胖 瘦 眉 跟丑 所以这样的话 你了解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在乎自己身材了 不然没有学佛之前 是非常在乎身材的 对不对 每天拿个镜子呢 每天涂 买了很多的化妆品 涂了半天 还是很不庄严 为什么 你因为你执着你外在的形象 其实心 清静了 它自然就庄严了嘛 可是假如你买那些化妆品的钱 倒不如呢 去做很多很多的功德 可以救很多的人的 所以各位 你说经济不景气 其实不会吧 你画一张list 你花掉哪些钱呢 请你自己写下来 哪些东西可以删掉呢 人应该知足一点 快乐一点 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其实你需要的并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生活在 二元对立 两边的世界里 你的心很多的烦恼 好跟不好 漂亮不漂亮 在外面呢 你也很在乎人家讲你 好跟不好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很多人还是很在乎 师父跟莲友们的批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 哎呀对不对 这位莲友你好精进啊 好庄严啊 师父夸奖他几句啊 他就非常高兴啊 待会儿走楼梯的时候 脚就扭到了 所以你说如如不动吗 心还是动的 你说师父呢 好好为了教他 讲他一句 骂他一句 他的脸呢就臭臭的 三天或是三个礼拜 都不来佛堂了 所以菩萨是很难做的 众生也很难度的 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的心啊 太在乎外面的影响 事实上 不用吧 举个例子 太阳 太阳 对不对 今天又下雨了 太阳呢 新加坡呢 在天空上面的太阳 乌云下面很多啊 下雨啊 下雨下很多啊 太阳它还是不会影响的 你的佛性 你的真心 就像太阳一样 你的光芒 是片造法界的 虽然太阳前面呢 有乌云飞来了 代表你有情绪 为什么会有乌云呢 风一吹的时候 它就有乌云 把你挡住了 可是注意听 乌云来的时候 你的阳光还在不在啊 回答我 在不在 在 可是乌云走的时候呢 阳光它就会再重新的 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嘛 所以这个字 这个比喻是说 你的佛性像太阳 也像镜子 本身一样 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 骗造三千大千世界的 可是呢 因为有上面的太多的烦恼 太多的乌云 有贪 成 吃 慢 疑 嫉妒 分别 吃醋 是非 八卦 嘰嘰嘰嘰嘰 嘰嘰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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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呢 家里有满本难念的经 天天都在念一些 有五等两边的经 知道吗 所以你没办法出轮回 所以我们要很多 善巧方便来调伏你自己的心 再看 下面 真正在禅修的时候 你看到自己的念头的时候 好 请看下面 换灯片 极断珠动念 念头来的时候 不要跟着它跑 这里的断 注意听 不是要去压它 它这里讲断 应该讲不执着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念头来了 看念头来了 你不要跟它跑 跑了呢 那你先心跑掉了 什么叫念头跑掉了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 看这里 各位看到这是什么 茶杯 眼睛你看到它茶杯了吗 看到了 心里想到 给浪有很多流脸啊 讲完精以后 我一定要去大吃一顿 这个叫心跑掉了 是吗 眼睛看这里 心想其他的地方 可是你眼睛看这里的时候 你的心就在这里 那就叫做正念正知 所以当你的念头也像 你的念头刚开始有很多 像大海里的波浪 你就看着它的念头 各位静坐的时候 不要去压它的念头 慢慢慢慢这些念头啊 就没有作用了 它就会停下来 再举一个例子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皮球 小朋友打篮球 皮球 皮球你一定要拍嘛 一弹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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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现在皮球你不要拍它 你拍它越重 它就弹得越高 你现在不要拍它 它就在地盘上 这样还不够 还是有皮球 你拿一根针 再来刺它一下 气就跑出来 就没有了 这个皮球是什么 比喻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妄念越多的时候 你拍它 它念头就越多越多 像皮球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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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弹 你的念头就看着它 不用拍它 接下来呢 那个针代表什么呢 这个波尔波罗咪的 智慧的剑 刺破它以后 它就会把气露出来 这个才叫真正的断烦恼 我这个是 只是比喻给你听而已 知道吗 所以请看经文 极断诸念 动了念头来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它跑 也不要压它 慢慢你心中的那些 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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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的 细论跟分别 就会自自然然停下来 离所有一切的像 你就知道 所有的像就像透明一般 彩虹一般 所以没有一个是真的 诸心意识 念头所流动的地方 也没有办法起作用 接不复行 这里是指 接不起作用的意思 再看下面 第十九行 乃至于行佛行 菩提行 菩萨行 涅槃处 接意不行 好 接意不行 请画起来 它是指不执着的意思 那你会说 哎呦 师父我们不是要发菩提心吗 行菩萨行啊 怎么这里讲不行呢 好 注意听 我讲一段般若波罗蜜 有一天 虚菩提尊者 告诉天人 说什么是摩合 般若波罗蜜呢 是一切法都不执着 那有些啊 这时候 舍利佛就站起来 请问 那我们菩提心 要执着吗 虚菩提说 你可以发菩提心 可是不可以执着 他说那菩提心不可以执着 那请问我可以执着菩萨行吗 他说菩萨行也不可以执着 那他说 无上的阿诺多落三秒三菩提 无上的佛果 一定该得得到吧 虚菩提说 就对舍利佛说 请问你把无上菩提 拿给我来看啊 哪里有无上的佛果 你抓给我看啊 他说我抓不到 他说那都对了 连无上的阿诺多落三秒三菩提 也了不可得 最后 虚菩提说 若有比无上的佛果 还要殊胜的话 他也毕竟了不可得 这时候大家就吓一跳了 哇那没有佛果的话 那我修行干什么 这时候大家就转过头来 看佛陀说 佛陀请问虚菩提讲得对吗 佛就说答对 答对 善哉善哉虚菩提 他是解空第一 他所说的是真正对的 释迦牟尼佛说 假如你觉得有一个 无上的佛果可以得到话 那你就没办法永远成佛 因为你还有一个 可以抓的无上佛果 但是你假如觉得无上的佛果 是了不可得 你就最后就会成佛 这一段有一点点深 意思告诉你 最后我们要发菩提心 但是连菩提心 菩提心也了不可得 不执着 你才会成佛 了解吗 举一个例子 你在佛前供水果 对不对 我们初一十五 供水果 请问这供的水果 是给佛吃呢 还是给你吃啊 各位告诉我 认为是给佛吃的 请举手 没有给佛吃 那你干嘛供佛啊 各位你们供假的 给供养佛 你认为给佛吃 那我反问 佛有吃到吗 有啊 老布萨你怎么知道 佛有吃到啊 有吗 你确定吗 对不起 佛堂上的水果还在 佛没有吃啊 第二个 你认为呢 这个不是给佛吃的 是给我自己吃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那请问 假如是给你自己吃的话 那你就太自私了吧 你都是买你自己 我喜欢吃 哇 初一十五 现在呢 我要呢 自己吃 所以我先供佛 为什么 因为我想吃榴莲 所以我今天去买榴莲 我喜欢吃苹果 就 买苹果 好 再问 第三个答案 你觉得不是给佛吃的 也不是给自己吃的 谁都没吃到的 请举手 诶 没人敢举手 好 有一个 谁都没有吃到 那请问你干嘛花这个钱呢 对 听好 波日波罗蜜 就是从这里去思考 最后我问你 你觉得佛也有吃到 我也吃得很欢喜的 请举手 有人举得非常欢喜 因为他今天吃了很多水果 答案是什么 第四个 为什么 你供佛的那一刹那 恭敬心的时候 佛就真的吃到了 佛吃到的不是说 对不起 这个不是水果 用沐浴比喻不太好 假如这是水果 对不对 你要咬啊 你要咬到 我们是人吃到 注意 你知道吗 幽民界众生怎么吃水果呢 吸他的气 他不一定像嘴巴来咬 幽民界众生的呢 是吸他的气 比方说 蒙山师池中午的时候 七月份呢 你做法队了 你注意看哦 蒙山师池 拜过两三天以后 那水果就烂掉了 是不能吃的 为什么 气都被幽民界众生 吸走了 所以所谓吃的用意 不一定他用嘴巴咬 佛菩萨接受你的供养的时候 你升起了供养心的时候 佛菩萨真的就接受到了 你的供养 这是真的 不然我们干嘛 除以十五要供佛 对不对 因为佛菩萨真正接受到了 所以你有功德 第二个 我刚才说 佛也吃到了 你也欢喜吃到了 为什么 的确呢 最后通通都被你吃光了 对不对 放在你肚子里 你最后你都吃光了嘛 对不对 那请问 假如现在一个蟑螂来了 你要不要给它吃啊 当然要啊 它也是未来佛 对不对 所以蟑螂来的时候 你不要赶它走嘛 蚂蚁来的时候 你也欢喜啊 你的想法不一样的 好注意听 其实我刚才讲 佛也接受到了 吃到了 你也知道了 吃到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世俗地 世俗地 这叫方便说 答案是什么呢 佛也没有吃的概念 你也没有吃的执着 这个才是最后的答案 可是呢 你心中 却升起了 共佛的功德 这个叫做 于涅槃处 亦皆亦不行 涅槃这个 你也不可以执着 假如你执着涅槃 很抱歉 你修得很好很好 到最后一关了 因为你还有细微的执着 你还是没办法开悟 你要把那个涅槃那个概念 我会成佛的概念 也打破 我也没有佛可成 你就成佛了 这一点很深很深 听不懂 不要气馁 慢慢慢慢去体会 所以既没有佛 也没有众生 当然也没有鬼 也没有轮回 也没有涅槃 所以轮回跟涅槃 也是了不可得的 我昨天举例新加坡 我第一次来给浪 2003年 有没有 这边是佛堂 这边是 蹦恰恰蹦恰恰的 这个红灯区 我说一边是涅槃 一边是轮回 那个还是从世俗地上说的 其实注意听 真正修得很好 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净土的 他看红灯区也是净土 因为他的心清净的 他看佛堂也是清净的 所以一切当中 在他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比较深 接下来再看 则于诸法无复公用 于诸法中得极净 无复公用是指 不是没有效果 而是他不执着 no attachment about function 对公用没有去执着 所以他对一切教法当中 他就可以得到自在 心得到就近的宁静 这叫做极净 请看下面 因为心很极净 所以心就没有分别 所以讲没有分别的意思是讲 清净心 你写在旁边 心完全心净如止水 这个才叫没有分别心 分别心不要乱用 你不要呢 下次呢爸爸妈妈叫唤你 妈你上过佛学班啊 空性啊 不要分别啊 我跟你讲 那妈妈绝对拿到 那个鞋子才好打你的头 你错解了这个意思 没有分别是指心 没有分别是心如清净 就像镜子 镜子本身呢 照男生的时候他就是男生 照女生就是女生 照出家人就出家人 照在家人就是在家人 当所有一切的境界都走的时候 他的心就是干干净净的 这个心本身自己干净 才叫做没有分别 所以我这次讲座 用了镜子做了很多比喻 希望大家每天你 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 想一想 新红师讲的照镜子的比喻 你会生起很多智慧的 世民第一 义的第一的 第一义地就是指圣义地的舍 这里的舍呢 是舍不执着的意思 这个才是菩萨无分别的心也 所以为什么呢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对一切的众生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一贯到 基督教 天主教 只要所有的众生呢 他都没有分别 只要念他的名号 肯礼拜他 恭敬他 观世音菩萨都是 平等的大悲心去救度他 这个才叫做 菩萨无分别的智慧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以说出世间的舍 下面说 经当说世间的舍 好 请看幻灯片 出世间的舍 我是用藏传佛教的大智文书 施利菩萨 那世间的舍 也是要有智慧的 般若般若密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或者各位联友 你可以念 文书咒 一天至少念 一千声以上 或者你念 南魔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也可以 也可以念 般若心经 二十一遍 我念金刚经 只要你学 摩合般若波罗蜜的教法 文书施利菩萨 一定会放光 加持你 这张照片 是我在中国五台山的 叫做书像式拍的 现在很难拍到这样 因为传统中国大陆的寺庙 很大 灯光都比较不好 这是我想尽办法 最后拍的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庄严 所以它是青色的狮子 代表文书施利菩萨 讲经说法 像狮子吼一样 震动你的心 这叫做舍 心中不执着 所以希望各位 有机会有福报 除了去印度朝圣之外 多存一点假期 多存一点福报 发愿到中国四大名山 中国四大名山 我去了两个地方 五台山两次 峨眉山两次 葡萄山跟九华山 目前呢 我已经正物空性了 口袋空空 no time no money 全世界的行程 也排得满满的 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去 不过五台山真的很棒 我有很多很多五台的照片 现在五个台呢 交通啊非常的好 老菩萨也不用担心 可以开车直接到山门口的 因为有时候 老菩萨第一个都会担心 哎呀我的脚啊不好 像我们商业经测 也有老菩萨脚不好 我叫他发愿 一生只有一次 上五台山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你说师父你讲话都很有玄机哦 为什么又是第一次 又是最后一次呢 第一次代表你会很欢喜 你要去朝圣要有很多条件 第二个 因为是最后一次 所以你也会很感恩 那会不会有第二次呢 可以你发愿 发愿将来你就会有第二次 所以五台山是有文书势力不大的圣地 不但是我们显教 连西藏的藏传佛教 像达赖喇嘛或大宝法王 或历代的这个圣者 都会去中国五台山去朝圣 所以那是文书势力菩萨的道场 也是他的净土 所以我希望将来 我能够请我的学生 我有很多五台山的照片 我再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呢再做五台山的一个短片 把它做长一点 看是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 所以对于世间当中 你也要智慧 什么智慧呢 请你写在旁边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请写下来 世间的舍 听好 请看歌派 七十一页二十二行 世间舍 看祭颂一百零八 我们活在世间 在家很辛苦 出家也很辛苦 在家人要吃饭 出家人也要吃饭 所谓的舍 不是叫你抛弃 不是说give up 而是什么呢 不要执着 记不记得我前几天奖金 请法师拿了一盆水 有没有 一盆水 我捧了水 然后这样捞起来 水在我的手上 然后又流过我的手指头 就掉下去了 这个才叫不执着 所以不执着是意思说 你一定会经过人间的生老病死苦 你一定经过人间的酸甜苦辣 但是呢 不要把那些记忆概念 永远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太苦了 我有时候听到很多老菩萨 会跟我说 师父啊 我很恨一个人 我恨他二十年 我都放不下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可怜 你永远放不下很可怜 对不对 你应该放下吧 对不对 难道你断气的时候 还放不下吗 对不对 所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看莲花 它不是插在水瓶里 插在水瓶里的莲花 三天就枯萎了 经不起考验 真正的莲花是在污里里 在滚滚红尘里面打滚 所以滚滚红尘里面打滚 长出来的莲花 才是非常非常的香啊 注意 换句话说什么 差别在哪里呢 心中要有佛法 你心中若没有佛法的话 在滚滚红尘打滚的时候 你是很痛苦继续造业的 那是因为迷嘛 可是当你悟的时候 滚滚红尘的好的因缘 坏的因缘 都可以来帮助你修行的时候 你就越滚越庄严 知道吗 所以你应该感谢滚滚红尘的 这些境界来磨练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中不执着 这个叫做世间舍的意思 请看寄送108 利民 赞悦等 他表示四处都不执着 利 名利 利 利害的利益 Profit 有些人呢 咕咚咕咚咚咚 都是讲要条件 钱 第二 有些人对钱比较淡 但是呢 要名 举一个例子 有些人呢 给师傅的名片呢 很多的title 从前面呢 10个到后面10个 20个写得满满的 那表示什么 你很爱名啊 写这么多做什么呢 写一个两个就可以了嘛 从这里可以看到 有些人呢 不执着利 可是他很在乎名 赞叹 有些人喜欢呢 人家赞叹他 达一公 操作话 薄一 有没有 把他捧得很高 哎呀 你很重要啊 对不对 没有你不可以啊 他讲哪里有啊 其实我很重要的啊 你今天怎么呢 请客没有请我啊 对不对 其实他很在乎的 是不是 在一个公司里面呢 做commitment member 哎呀 我不要做啦 我不要做 师父我不要啦 我只要发心做事 我不要抬头啊 怎么可以没有请我呢 其实呢 对啊晚宴的时候 dinner party 怎么都没有请我呢 所以其实你很在乎人家 乐呢就是喜欢世间的 感官音乐 五欲六成的享受 这些都不可以执着 反过来 你不执着这些 就没有障碍 所以这叫做舍 接下来近看 于明文立养当中 赞叹跟各种 舒服的快乐 都不执着 好 在这四类里面 我想有些人执着 明文立养 我赞叹 或许你会说 师父 我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很好 我不执着明 不承着力 不执着赞叹 但是我要提醒 友善的提醒 Friendly reminding 新加坡的脸有 很执着 安跟乐 希望要住得舒服一点 干净一点 对 这是你的福报 我跟你讲 师老师说 师父是很真心的 你们是前世修得很好 前世有一半的人 可能也是从天上来投胎的 有一半人 过去也是在人间 大福大贵的文武百官 但是很抱歉 今生又投胎 还是坐在这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修了很多福报 可是你心中的烦恼 还是很多 贪嗔痴的烦恼很多 因为过去的善业 所以你今生生在 很干净的新加坡 都很舒服 吃穿住呢 都很方便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执着与安乐 就是吃不了苦 没有什么耐性 我记得多年前 四五年前 有连友 从新加坡到台湾来见我 那时候刚好夏天 我们台湾春夏秋冬 都有四季 我们比较少吹冷气 除非夏天超过25度 很热会中暑的时候 我们再开 结果我记得 那个连友来见我 我们去了一个咖啡店 我们去喝 那个咖啡店是到外面 花园一半 他呢 坐在那边很高兴啊 顶礼啦 坐妹一分钟就 师傅啊 可不可以换地方啊 我说换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吗 换一个有个air condition的地方 好吗 我说好好好 我们换地方 到了有冷气的地方 他呢 又换另外一只手 师傅 我说又怎么了 冷气不够强啊 对不起 我不是嘲笑你们 我是举这个例子 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的心哦 对于舒服的环境啊 还是抓得很紧的 那假如到印度或尼泊尔 都没有冷气怎么办 那到South Africa 对不对 就像那个Aboriginal一样 穿着都土著衣服怎么办 所以不要执着于安乐 这些不要让他绑住你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要慢慢的训练 反过来 你若做得到 没有明文 没有力养 人家毁谤你 人家作弄你各种痛苦 你都心清静如止水 叫如如不动 清静心 这时候你走到哪里 都没有障碍了 所以再更进一步 舍离爱争处 就是喜爱的跟不喜爱的 然后慢慢的对一切的地方 你都不会执着 也就是心中有佛法 走到三千大切的世界的地方 你都能自在 好的也自在 不好的也自在 舒服的也自在 不舒服的也自在 那就恭喜你 做到真正从心中放下 这叫做世间舍 好 我终于讲完了 现在 那我要回答几个问题 好不好 Q&A Yes 师傅 请问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见灵魂出窍 自己死了 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尸体 突然之间 眼睛张开的时候 发现又自己在床上 并来没有死 为什么呢 答案是你根本都没有死嘛 很简单嘛 这个问题很容易啊 好 现在有个问题 你一定会说 师傅我有什么会梦见这样呢 这是自然的现象 听考 没有标准答案 不过我时间的关系 我简单说 第一个 有时候过去是修行人 过去是常常修禅修的人 当他心很宁静的时候 身心里会感觉 有一点点像分离的样子 比方说我坐在这里 假如你静坐的时候 静坐坐久的时候 你会感觉 我好像有一个心红石 跳在上面 看着一个人 坐在那边打坐 那只是感觉而已 一般我们的人 像这样 我的手 两个手 一个代表心 一个身 身心我们是黏得很紧的 黏得很紧 身跟心两个都很重要 注意听 心就像开飞机的驾驶员 身呢 就像飞机的这个机体 两个都很重要 你没有驾驶员的话 飞机放在那边 他自己不会飞的 同样的 你光有这个驾驶员 你没有飞机的机壳 你也飞不上天空的 所以身跟心 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在做过禅修的过程中 有时候宁静的时候 你会感觉身心是分离的 没有关系 不要怕 因为你的意识还在这里 所以晚上我们做梦 有时候梦见 比如你在新加坡 你会梦到你飞到地球 或月球外面去了 甚至没有 哎呀 我今天飞到埃及去旅行了 真好 醒一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去啊 没有 其实你的心 也没有真的飞到埃及 你只感觉你飞去了 同样的你会感觉 你自己死了 答案你没有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死的时候 你的身心是的确分开的 那时候你是回不来的 所以当你说 我突然眼睛又打开来 他就回来了 那很好啊 你没有死啊 所以你现在还可以学佛法 为什么呢 不要执着 那是暂时的一种 身心分离的经验 没有什么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 师父 请问我怎么样 让父母亲和家人学佛 待会我会一起答 师父 请问修大悲神咒 怎么样才有感应 为什么有人念得很有感应 有人却没有感应呢 很好 我准备了幻灯片 来 请看一下 感应 我把它按出来 你要抄的话可以抄 印光大师曾经在文抄里面说 感跟应 我们常常都要说感应 好 我今天最后一天就讲感应给你听 专心听 敏感 敏印 第一类 第二 敏感 显印 第三个 显感 敏印 第四个 显感 显印 为什么有分明跟显呢 注意听 第一个 敏感 敏印 感是在平常的时候 明就是默默的意思 很平常 很持续 或是呢 持续不断 你平常都做功课啊 哎 明印呢 你也觉得很好啊 我每天也没有这么灾难啊 你打开报纸看 全世界有多少人灾难呢 飞机失事啊 car accident 很多的灾难 可是都没有在我身上 这个叫做敏感 也明印 你不要说佛菩萨没有保佑你 有 你今天能够健康长寿 能够学佛圣照上 一切都很多的善缘 这就是佛菩萨 默默的在帮助你 也在加持你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每天照在你身上 你不感觉太阳很特别 对不对 每一天我们都在喝水 可是我们也不感觉水很特别 可是有一天没有水的时候 在沙漠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没有水你没办法活下去了 这是第一类 敏感 敏印 简单的说 你每天持续的做功课 事实上佛菩萨天天也加持你 让你健康平安快乐 第二个 敏感显印 就是你平常也做功课 也修复修会 显印就是说 在特殊的状况啊 突然你有灾难啊 佛菩萨来救你了 那个感应呢 非常明显 知道吗 这是第二类 就在特殊紧急状况 佛菩萨真的来救你了 比如说你现在开车了 结果你没有检查你的车子 结果轮胎今天呢 被一个针刺到 你不知道 你在Super Highway 还突然去开 然后你就觉得怪怪的 呱啦呱啦的声音 假如你继续开的话呢 糟糕你爆胎的话 你会翻车的 后来你就呢 突然呢 一通电话跟你说 妈你要不要赶他回来 然后呢 你就想 好我会去看你 然后呢 倒到家里头才看 哎呀 原来我轮胎都没有气了 你要想 刚才实在呢 是很危险的 这叫敏感 血印 听懂吗 第三个 显感名印 显感的呢 就是你每天求 每天到司马路观音谷藏 天天求 每天宝贝 每天摇 每天都买了很多花 香花灯果竹 花了很多钱 显感就是 你每天的求得很 具体 也很明显 很明显嘛 你希望求佛菩萨 而且求的东西呢 求很多 一张 两张 三张 写的满满的都是 结果呢 也有两种状况 显感名印 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啊 佛菩萨怎么都没有来啊 其实有 佛菩萨如果没有保佑你的话 你早就被炒鱿鱼 没工作啦 所以你有工作也是 明显啊 佛菩萨保佑你啊 最后一个 显感显应 就是你在紧急苦难当中呢 你平常求佛菩萨 举一个例子 你平常求 尤其在座 有很多爸爸妈妈 生病或中风的 待会会讲 最近我会课呢 遇到很多苦难的众生 然后呢 你求观世音菩萨 求地藏菩萨 让我家的人啊 对不对 要么就病好起来 要么呢 就赶快离开这世间 不要受那么多的苦 换一个身体 继续来学习佛法 我行菩萨道 结果你不但求的结果 一求啊 哇 非常的明显 家人笑着就走了 当然你会伤心 也会难过 可是呢 那是显感也显应嘛 所以下面是我的建议 请看 一 你要有广大的怨心 但是不要急躁的心 你要为家人跟众生 方广大的怨心 不要急 你不要说 我现在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祈求啊 有 你每一天念的他都有听到 但是不要急 我说过 你越急 你越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有所求 来 看这里 又是用镜子 我现在做侧面 因为它要录 假如我镜子这样拿 请问你看得到自己吗 看得到 假如我这样看得到我自己吗 你太近了 看不到自己的 你越急的心就像这样 你完全看不到自己 要刚刚好 也不能太远 太远意思说 你根本不发怨 可是你发了怨 你心很急的话 就像这样 你也看不到自己 心太急了 刚刚好 他的心 怨心力量才会出现 了解吗 第二个 要有耐性跟长远心 也有很多人有跟我说 哎呀 师父我为我妈妈做功德 做了十年 怎么都不会好 十年在轮回里面 才是一秒钟 两秒钟而已 我们无量节所造的恶业 是三千大千世界 李俊普贤行愿品说 若有我们造的恶业 有实体的话 近虚空 骗法界 堆得比喜马拉雅山 都还高 所以你要掺除恶业 要有耐性跟长远心 不要急 学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第三个 要观空性 不要执着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说明为什么 有些人有感应 有些人没有感应 好 再回来看前面一章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 我们周遭苦难的众生呢 好 请用四元来说 请你把它抄下来 专心听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师父啊 我家里生病了 师父啊 我找不到工作 也有一个联友 师父 请问怎么让我的经济 可以好转起来 请专心听这一段 师父啊 我家里人 有得了植物人 中风了 怎么办 没有错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很难过的听到这些 众生这些都是呢 是呢 因为所业 困住了他 好 请注意看 亲姻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跟真上缘 我公开一起回答 很重要 第一 亲姻缘 你要生起广大的大悲心 注意听 很多人来年问我 只是你想的 你的家人 你的爸爸 妈妈 亲朋好友 没错 师父知道你真的很难过 我也能够体谅你的心 吃了很多苦 吃了很多情绪上的压力 但是啊 你苦的最苦最苦什么 你只想到你的家人 一个人 所以你更苦 你应该想到 尽需空骗法界的众生 看我这里 现在 8点55分 新加坡 全部的医院 跟全世界的医院 有多少的医院 都娃娃在诞生啦 注意听 就这一秒钟 我们在这里 尽精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法国 纽西兰 全世界的医院啊 都有娃娃在诞生啦 是不是 结果呢 旁边人说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are daddy and mummy 对不对 妈妈的意思 不是那个mummy 不是木乃姨 mummy 妈妈 我daddy 你看 娃娃出生啦 娃娃出生的时候是什么 她哭还是笑啊 大部分的娃娃哭的 都是哭的 对不对 因为呢 她的身体啊 在妈妈的羊水啊 肚子子宫里面的羊水啊 碰到公鸡的时候 是有点刺痛的 所以她 哇 大开哭啊 你们看到呢 一出生就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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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了 Hello everybody I'm coming now 没有吧 没有啊 出生的娃娃都是哭的嘛 注意听 她哭了 她觉得很苦啊 人生很苦 可是旁边人呢 都微笑了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are formerly father and the mother 谢谢你 再看 8点 56分 这一场嘛 全世界有多少的医院呢 都断气了很多的死人啊 新加坡现在太平间 医院不是很多 加护病房 很多人断气了 全世界的医院 都有很多人断气了 是不是呢 这是真的啊 为什么你感觉不强烈呢 因为 死的都不是我们家的 都不是白人的 你听得懂才说啊 我翻译一下 就死的呢 都是别人家的 都不是我的 假如你现在听见到 看到SMS 告诉你 你家人有过失 那你心一定很难过 立刻说 师父对不起 我要冲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分秒钟 注意听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有很多很多的娃娃 诞生来这人间 每一分 每一秒钟 都有很多人过世了 就像大海的河流一样 永远都没有停啊 可是呢 我们若不听闻佛法 我们没有修禅修 没有呢 去思维 我们是不感受到这样 听好 这个就是我常修的 大乘无常观 也是大乘的慈悲观 所以你想到的是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亲朋友 好友很苦 其实苦的只有 不是一个人啊 很多众生都很苦啊 这时候你的心量 注意听 就会广大如虚空 就像地藏经讲 你这时候念经啊 你的念力 你的功德力 就会很广大 要从这里去下手 要从这里去提升 这叫清因缘 请看幻灯片 二所源源就是 法的功德力 你至少要做 下面两桩事 每一天早上起来 念七遍大悲咒 至少念七遍 因为佛经规定念七遍 你可以 也可以念到 十四遍或二十一遍 然后你喝大杯水 注意听 你拿一个 观世音菩萨的照片 或佛卡 假如你家里有佛堂 就更好 供一杯水 供个香 这杯水 茶杯 很干净 不要直接喝 因为你是供养 观世音菩萨 然后你就跪在佛前 或者坐着佛前 念 然后呢 念大悲咒七遍 然后把这个水呢 一半倒给你的家人 受苦难人喝 另外一半呢 倒在家里 全部人喝 那这个大杯水呢 可以用冷开水 矿泉水 不要用滚的水 为什么呢 滚的水 有时候煮过的时候 蚂蚁啊昆虫会掉下去 会杀身 不太好 所以用大杯水 然后念七遍大悲咒 越多越好 早上念七遍 中午念七遍 晚上念七遍 或一次二十一遍都好 你自己决定 第二个 念普贤心愿品 至少念一遍 这是所源源 你要有后大悲咒的功德力 以及普贤心愿品 金钟之王 华言会上的法的加持力 第三个 等无间缘 你可以念佛念咒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或是念 Om Ma Ni Ben Mi Hong 至少要念一千遍 注意听 念的时候 手机要关起来 不可以看电视 念的时候 要很专注 想观世音菩萨 就在面前 像太阳光照着你 也照着你的家人 照着全世界 观想力很重要 这次我有教 至少要念一千遍 越得越多越好 念三千遍 这样的念心 才会有力量 只要你 不用脑筋想 也不用嘴巴 说话的时候 你坐在捷运上 也可以念 专心的念 因为我知道 新加坡人工作很忙 有时候要搭公车 你可以在家里念 大悲咒普贤行愿品 出门的时候 坐在公车上 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或咒语 手机响的时候 不要去接 你专心念 如果想了以后 就不算 从头再来 这样你才会有念力 最后 真上缘就是 佛力的加持 转变业力 你要透过 发愿与回向 也就是说 你要修持的功德力 大过于你的业力 它家里才会转动的 所以这个脸友问说 师父 为什么有些人感应 有些人没有感应呢 答案是 你要转动你的业力 有些人转动业力 可能呢 一个月就有效 有些人要三个月 有人要半年 有人可能三年五年呢 都还很苦 但是你不要认为 佛法都没有用 绝对有用的 好 所以 再复习一下 看幻灯片 轻因缘 不要只想到一个人 要想到 静虚空 骗法界 云云的众生 广大的大悲心 第二个 所源源 就要有法的功德力 我推荐念大悲咒 最少七遍 普贤行愿品一遍 你可以喝大杯水 台湾啊 有很多得了癌症的人 医生已经说没有效了 他就每天念大悲咒 然后喝大杯水 结果呢三个月 六个月 乃至于一年啊 他都活下来了 我帮过很多很多人 真的 到现在他还活着 所以他是超越科学的 为什么呢 注意听 医生治你的病 但是呢 他没有治你的业 佛法要你的呢 我们为什么来听闻佛法 我们为什么要共修 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回向 因为他转你的业 这是根本的 最后 等无间缘是念佛念咒 真上缘是发愿回向 所以佛力才能加持你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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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